还有人才13岁居然就罹患了大肠癌 这是嘉义一名才13岁的少女 因为每一天要上厕所十几次 再加上身高有150公分 体重却只有29公斤 被父母送医治疗 在医生检查之后才发现 少女罹患的是罕见的家族性遗传大肠癌 紧急开刀切除了她将近75公分 不满息肉的大肠才捡回一条命 医生从13岁少女肚子里取出了大肠 长达75公分 证明少女不停上厕所 血便又严重营养不良 就医之后医生个人发现 少女年纪星期 虽然就罹患罕见的家族性线性洗肉症 并发第三期直肠癌 医生紧急发开刀开了六小时 才把她的大肠切除取出来 天大号大概都有十次以上 那每次解的有可能都是一些粘液 就是类似皮涕状的这种粘液 她的母亲本身也是属于大肠癌 75公分的大肠 不满近千颗密密麻麻的洗肉 医生说13岁就罹患大肠癌 是全台首例 原因是家族遗传的精英变化 厉害的少女身高大约150公分 但体重只有29公斤 手术之后她休学养病 进行化疗 目前恢复状况良好 一般民众的大肠之肠癌 因为很多都是因为 他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所造成 熬夜或是日夜颠倒 医生也提醒 大肠癌除了家族遗传 也跟饮食有关 平时多食用低脂高线的食物 做其正常 香烟冰朗跟酒都要避免 才不会让疾病上升